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位美国总统的女人 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她一开口 总是能让站在台上的总统紧张 有时甚至让总统紧张到发抖 那她会是谁呢 视频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去观看 好了 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一条新闻 莫德纳公司25日周二宣布临床试验结果显示 该公司的新冠疫苗对12至17岁青少年百分百有效 且没有出现新的或重大的安全问题 据悉 莫德纳将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 及全球监管机构申请授权紧急使用 预计将成为继辉瑞之后 美国和加拿大允许青少年接送的第二款新冠疫苗 此前 美国监管机构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来审查辉瑞的一项类似试验的结果 如果莫德纳能得到同样的待遇 预计她将在7月初获得对青少年使用的授权 目前莫德纳疫苗仅或授权对于18岁或以上者施打 美国疾控中心CDC此前宣布 莫德纳疫苗对成年人的保护力达94% 据路透报道 莫德纳最新的临床试验主要针对3732名青少年进行 年龄界于12至17岁之间 其中三分之二接种莫德纳疫苗 另外三分之一则施打安慰剂 实验结果显示 在接种第二剂疫苗两周之后 疫苗组没有任何人被感染 而安慰剂组则有四例确诊 根据成人试验群组的案例定义来看 实验结果显示 莫德纳疫苗对青少年的保护力达100% 莫德纳称 疫苗在儿童身上引发的免疫保护与成年人一样 但同时也会产生类似的副作用 例如手臂酸痛 头疼及疲劳等 莫德纳CEO班塞尔在声明中表示 对于疫苗对青少年产生保护力 我们感到备受鼓舞 按照美国儿科学会此前的统计 虽然儿童比成年人更不可能因感染新冠而出现重症 但儿童患者目前占美国所有新冠患者的比例 依然高达约14% 且至少造成316名儿童死亡 美国儿科学会强调 尽管大多数被感染的儿童仅会有轻微症状 甚至没有症状 但确诊儿童依然有发展成重症的风险 且具有传染病毒的能力 5月13日 美国疾控中心发布了最新的防疫指导方针 宣布完全接种疫苗的美国民众 在户外公共场合和大多数室内场合 可以不用佩戴口罩 再也不用保持社交距离 不过这一指导方针依然要求在拥挤的室内环境戴口罩 比如公共汽车、飞机、医院、监狱、流浪者 收留中心等封闭的室内环境 分析师们认为 CDC的这一指导方针 为重开工作场所和学校 为恢复正常的社会和经济活动 打开了大门 也会推动那些对接种新冠疫苗保以怀疑态度的人 积极考虑接种疫苗 目前美国有近60%的成人已施打了一剂或两剂疫苗 而境内确诊病例也快速下降 7天平均新增确诊数减少至38000人 约相当于每10万人中有11例确诊 不过加拿大目前仍未就接种疫苗的人 和可能的放松措施提供任何类似的指引 莫德纳表示公司依然在积累安全方面的数据 将对所有临床试验参与者进行12个月的监测 以确定疫苗的长期保护性及安全性 路透社的报道称 辉瑞和莫德纳已经开始向年龄在6月至11岁的儿童 进行临床试验 专家估计今年秋季将会有结果 生活在北美的小伙伴们想必都离不开Costco超市 而这家被认为有量大而便宜的超市 也是最受华人欢迎的超市之一 很多商品都在大家的推崇中无限回购 近日Costco突然对外宣布停止售卖10款热门产品 快来看看这里有没有你的新同好 巧克力脆皮雪糕 当听说Costco不再售卖这款 1块5的巧克力脆皮雪糕时 它的爱好者们试图在Facebook上呼吁Costco改变主意 可惜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冰杯海鲜Costco将不再出售任何冰临灭绝的鱼类 品种包括大西洋雪鱼 大西洋笔木鱼 智利鲁鱼 鲨鱼 鲫鱼 和蓝旗金枪鱼 龙氧鸡蛋 Costco曾承诺2020年以后仅出售非龙氧鸡蛋 但由于疫情 该目标未能在预期之内完成 并希望尽快实现 半份平片式巧克力蛋糕 曾经花18.99就可以定制半份平片式巧克力蛋糕 可能已经成为历史 Costco已于2020年6月停止销售这种广受欢迎的平片式巧克力蛋糕 波兰热狗 试问有人没有吃过Costco美食区的热狗吗 现在这款堪称Costco灵魂招牌的美食也停止出售了 据称 决定下架这款和Costco有着同样长的历史的产品 是因为其制作成本的增加 尽管有消费者提交了请愿书 希望恢复热狗的销售 但最终没能如愿 可可兰淡啤酒 在收到消费者负面评论后 Costco决定淘汰这款淡啤酒 因为有消费者反映 这款啤酒喝起来的味道像尿不湿 可可兰五口带牛仔裤 随着服饰流行的不断变化 这款牛仔裤曾一度被撤下重新设计 然而新设计并没有让消费者们满意 他们甚至更喜欢原始的爸爸牛仔裤 虽然其中一些热门产品的下架 让Costco的粉丝们大呼遗憾 但也只能说这些决定都源于Costco 对销售市场做出的分析 作为消费者 我们只能期待更经典更受欢迎的商品 出现在货架上 其实在疫情期间 不少品牌已经宣布永久退出加拿大市场 一些曾经风光无限的零售商店也永久关闭 这些与我们CQB的品牌当中 有不少都是华人们最爱光顾的 Bad Bath & Beyond Bad Bath & Beyond确认将在2022年底之前 关闭整个北美地区约200家商店 The Disney Store 迪士尼公司于2021年4月宣布 加拿大的所有商店都在夏季结束前永久关闭 日后将专注于在线销售 Topshop 2021年5月时尚零售商Topshop确认将在年底之前关闭加拿大各地的门店 Devistee Devistee宣布在2021年内关闭加拿大共166个零售商店 未来某些商店可能会重开 但该公司以计划向以在线销售为中心的商业模式 The Children's Place The Children's Place在2020年已经关闭了北美地区大约200家门店 2021年还将继续关闭100家 Victoria Secret 2020年这家曾受女性消费者喜爱的内衣品牌已经关闭了200多家门店 如果想买这个品牌的内衣恐怕要废些周折了 Gap Banana Republic 大家所熟悉的Gap也难逃这场关店潮 自2019年以来Gap已经关闭遍布全球的门店 还将有越来越多的门店继续关闭 同时 她的姐妹连锁店Banana Republic 也将在2023年之前关闭北美的130家门店 基于保护国家安全和避免侵害人权为由 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政府宣布 该省内的主要大学必须暂停与中国政府 或是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研究合作 有学者称 其他省份都应该效仿阿省的做法 要求各大学检讨和中国合作项目 但也有学者称 与外国的合作都应该检讨 不要只是针对中国 加拿大各大学和中国都有许多合作研究项目 加拿大情报安全专家早就警告 中国会透过与加拿大大学合作 窃取加拿大重要战略科技 对国家构成严重威胁 阿尔伯塔省成为加拿大第一个踩刹车的省政府 该省教育厅长向该省四间主要学术研究性质的大学 阿尔伯塔达大学 卡尔加里大学 莱斯布里奇大学和阿萨巴斯卡大学发出命令 要求这些大学必须暂停与中国的合作项目 并要求大学校董会在90天内提交报告 说明与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协议 研究关系和其他合作等 大学还必须提交与中国公司机构或政府机构的联系资料 稍早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 该省的大学和中国合作研究中 涉及纳米 生化和人工智能等 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 很多项目涉及将加拿大研发的技术商业化 但主控权在中国 莱泰华大学教授 麦凯格 约翰斯顿赞扬阿省政府的行动 其他省份都应该考虑跟进 莫让加拿大科技被滥用 被视大学教士删人信旗 不反对大学做出检讨报告 但最好不要只是剑指中国 可以要求所有与外国合作的敏感科技项目都能重新被审核 要公平性的话 可能大家都必须要检讨 但若只是挑一个国家来做这样子的行动 你是不是要检讨所有任何和国外合作的 只要涉及人工智能 生物科技 纳米技术等东西 都应该要提交报告比较好 一项新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加拿大人 对回到疫情前的常规生活感到轻微的焦虑 雷格与加拿大研究协会合作进行的这一研究数据调查 数据显示有1647名加拿大人 在5月21日至23日对网络调查做出了回应 由于该调查是在线进行的 因此无法得知误差值 受访者被问到目前政府准备解除 已经实行了一年多的居家令 宣布重新开放各个社会活动的计划后 对于回到疫情前的常规生活是否会感到焦虑 结果显示有52%的回应者表示 感到某种程度的焦虑 其中18至24岁的人感到不安的程度最高为68% 也许其中一些与工作有关 也许其中一些与我们实际上恢复正常时会安全吗 我们和周围不再戴口罩的人在一起会感到舒服吗 调查与市场研究公司Legal的执行副总裁Christine说 Christine表示 疫情期间这种新常规生活模式 也许已经让人们逐渐适应 甚至潜在的可能喜欢上这种模式 Christine表示 Legal的研究表明 掌权者应该缓慢地重新开放社会 尽管目前加拿大新冠疫情已经越来越和缓 至于为什么年轻人会比其他年龄组的人对恢复正常生活感到更加焦虑呢 Christine说 这可能与他们是焦虑症世代有关 他说 将近一半的加拿大年轻人普遍感到自己患有某种形式的焦虑症 因此与年长的居民相比 年轻人对焦虑的感觉会更加敏感 另外 对于20多岁的某些人来说 社交生活可能会使他们感到焦虑 对于可能在疫情期间感到某种形式孤立的年轻加拿大人来说 可能对这种感觉感到厌倦 我该如何回到以前的样子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